制裁相關的敏感股 譬如約明,大升了兩天 先問你宏觀政策 Reed,你覺得減關稅是否世在必行呢? 以及真的減的時候,真的落實了 或者公佈了詳情 對中概股是否可以持續利好呢? 我想是兩回事 其實是否世在必行呢? 我覺得命非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當然,拜登背後說 將中關稅設出 是其中有很多主流意見的認為 希望可以處理通脹 但其實你們實際上看 是否真的可以幫助美國通脹呢? 那就乘以問 首先,譬如去年之前加關稅的時候 其實美國通脹的反應不太大 現在我們看美國通脹的最主要問題 大家都知道是能源價格、食品價格 以及供應已經緊張 而導致服務成本上升 而進口成本帶來的通脹 其實是相對佔比率低一點 而且大家都沒有留意 其實今年有一個因素 就是日文派在貶值 其實對這個進口的通脹壓力 其實都舒緩了 某程度 所以基本上你說 如果根據這個理由 是否真的用這個舒緩通脹 做一個理據去撤銷中國產品關稅呢? 其實就不太有力的 當然是因為拜登的想法就是 就是一個政治籌碼 始終你和中國的打交道 有些計算給他 所以大家的關係好一點 也有很多議題上可以再慢慢談 這個反而是其他的考慮 但是如果假設 真的關稅是一切取消 一定氣氛上 起碼一定對中資股 尤其是出口股份是利好的 但中概股是另一回事 其實你知道中概股就是中國概念 其實它主要收落人是中國的 大部份都是 所以其實你說關稅 實質性對他們的營運上 影響不太大 不過氣氛轉好 當然有些利好 正如剛才所說 如果中概關係 是有傾有講 有商有糧的話 對中概股的監管問題 會不會是大家 你給我半斤 我給你百兩 大家互相引領一下 可能都會對中概股有個直接的得益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留意 不好 這就是它的熱量 寫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